生物演化它的历程 它的机制做一下说明 在我们从国中开始学演化 到高二觉演化 我们会习惯把演化分为四个阶段 叫做遗传变异 过度繁殖 然后生存竞争 最后透过天折 而造成四者生存 所以后面这两个就是四者生存 我们一般会分为这四部曲 但是我这边要补充一下 其实当时达尔文提出天折书的时候 他就有提到过度 遗传变异跟过度繁殖 还有天折 他其实没有提到四者生存这样的概念 因为他自己知道这句话很有问题 你讲出来一定会被攻击 所以他不敢讲 但他的好朋友帮他诠释了他的天折说 就加入了四者生存这样的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一般民众比较能够听得懂 可是科学家不能接受 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我们今天讲到了天折跟思逸的时候 再来说四者生存 为什么在逻辑上有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 达尔文认为生物有个天性 就是你生出来的子弹会跟青带不太一样 我们生物会产生可遗传的变异 你的小孩都跟你不同 你的小孩之间也会不同 生物会产生变化 这叫遗传变异 这遗传变异就是这个可遗传的变异 那这个变异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达尔文不知道原因 所以天折说被诟病的两个点之一就是 你说有遗传变异 但是你却说不出这遗传变异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个就是四者生存在逻辑上不同 好那第一个天折说没办法解释的 是遗传变异 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答案了 因为我们现在对演化学了解了 遗传变异的机制有两大机制 第一个就是突变 第二个呢叫做遗传物质重新组合 叫基因重组 我们现在第一个什么叫突变 突变就是有广义的跟狭义的 如果广义的突变就是染色体的树木或形状 或是结构发生改变 那狭义的突变就是DNA的序列发生改变了 好那你可是DNA的序列发生改变 而造成子带性状被影响 这也叫做DNA的狭义突变 我们当然介绍图变的时候说 绝大部分的图变是中性图变 绝大部分的图变是中性图变 为什么我们也大概提一下 我们之前学过的原因 因为人类基因当中只有不到3%的基因序列 会转入转移出蛋白质 也就是超过97%的序列 不会表达出蛋白质 所以如果你突变是在那97% 根本不会影响蛋白质 那就不会影响的性状了 那叫中性图变 就是什么都不会影响 97%也这么多 好今天你运气很好 就突变在那个会表达出蛋白质的那个片段 你可能突变的那个位置刚好是之后mRNA上面的内插子 内插子在RNA修饰加头加尾瘦身的时候 内插子会拔下丢掉 所以那个片段也不重要啊 之后会被剪掉啊 好那如果运气再好一点 我刚好突变在外显子的序列里面 会变成成熟的mRNA里面的一部分 会转入转移出多态链的 那有没有可能你这个密码子突变之后 变成另外一个密码子 刚刚好对应同一个氨基酸 这叫同氨嘛 那你所产生的蛋白质上面的氨基酸序列 也不会改变啊 所以会发现 突变局大部分根本不会影响任何东西 叫中性突变 只有少数突变会造成影响 好我们现在针对会改变性状的突变来看 大部分会改变性状的突变 大多是有害 只有很少数是有力的突变 所以好的突变很少哦 而突变的均率非常低 多低呢 我们以前都会说10的5次方分之一 今天我们再讲清楚一点指的是 每10的5次方次 有失分裂 因为有失分裂前不是要蓝色体DNA复制吗 你10的5次方细胞要做DNA复制 做分裂的时候 只会有一个核甘酸发生异常 10的5次方次 蓝色体做复制 只会产生一个核甘酸异常 听起来突变率很低吧 对不对 对突变率真的不高 可是你要想你一天当中你身上有没有一亿个细胞 正在进行DNA复制 可能有了 那一亿去乘于10的5次方分之一 其实你每天都有细胞发生突变 只是这些突变要么就是中心突变 要么就是变成癌症之前就被免疫细胞杀掉了 所以必须要累积更多的突变 比如说到老年之后 你可能经过人生四五十年以上的突变累积 才有机会让这个突变的细胞演化 它发展成癌细胞 所以癌细胞耗发于老年人 因为它必须累积更多的突变 而突变率本来就不高 所以要慢慢累积 好啦 那突变本身会增加遗传变异 却不会产生新种 新种的产生必须要有地理隔离 或是天折才行 遗传变异值增加我们的 那个生物的精通性而已 那大部分的突变是隐性的 叫中性突变 那中性突变 有时候它突变之后会造成一些坏处 举个例子 如果已经是小A小A 可能会造成某个蛋白质不能表现 你就会死掉 那这就不是中性突变了 这就是有害的突变 那如果小A小A你就死了 我的族群中 怎么留下小A这个等位基因呢 就要透过异形核子 小A小A会死掉 那可是大A小A不会死 我透过大A小A这样的异形核子个体 让小A得以留在族群内 这叫做透过异形核子 来保留一些隐性的不好的基因 好那图片后的基因 就有精卵结合之后 就可以传递给你的受精卵和传给子弹 那我们刚刚说有利的图片很少啊 那我在演化上怎么增加我有利图片的机率呢 增大你的族群量就好了 我的族群 我这个人类几十亿人 哇塞 对不对 那我就用量来取胜 就是这几十亿人当中 只要一两个人得到好的图片 他的演化成就留下来 他就看着繁衍 所以以后的人就由他们来生出来 那没有这个好的基因呢 子弹就越越少 所以如果只要族群够大就比较有机会 会产生或累积有利的图片 好可是还是要提到 对于图片是有利还是无利 不是你说的算的 是要看环境的 有些图片在某些环境是好的 在某些环境是坏的 由环境决定基因好坏 那我们以前举的例子是糖尿病 糖尿病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个文明病 是个老人病不好啊 隔在冰河时期 高血糖会帮助你 在寒冷的环境留下来 所以糖尿病在寒冷的时候是好的一个疾病 把它是帮助你活下来 可是现在全球暖化了 这个糖尿病好像不是好事 所以基因是好是坏 看环境决定 好 最后一个大概念 我们的天则是作用在个体 让你个体死掉 让你个体活下来 天则作用在个体 但演化的单位是族群 所以我们很喜欢讲这句话 天则作用在个体 使得个体被淘汰 使得这个族群得以演化 个体是天则作用的对象 而族群才是演化的单位 好 那既然讲到族群是演化的单位 也是会把族群另外一个概念拿起来 族群是演化的基本单位 也是生态系群集的基本单位 我们在研究生态系的时候 都是群集是不同生物的族群 是以族群为生态系当中生物的基本单位 所以族群是演化的基本单位 也是生态系当中群集的基本单位 生态学上是基本单位 演化学上也是基本单位 以上这次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遗传编语 包含了突变 好 接下来另外一个增加遗传编语的方式 叫基因重组 我们刚刚也学过 就是你的染色体出现了重新组合 叫做重组 重组叫Recombination 重新组合 比如说什么时候呢 在减速分裂 第一次减速分裂前期 我们会进行联会这样子一个反应 然后形成四分体 联会有可能会染色体跟染色体中间发生互换 互换叫做Closing over 你的脚跟我脚交换了 那不就是遗传物质重新组合了吗 我的一部分到你身上 你的一部分到我身上 好 减速分裂前 第一次减速分裂前期发生了互换 也会发生所谓的遗传重组 好 那就算不互换 你光是第一次减速分裂的过程 会出现同源染色体分离 而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 这句话我们学过 我还是整理一下 这是第一对染色体 这叫Ea 这叫Eb 都是第一对 这呢是第二对染色体 我们称为2a跟2b 好 当减速分裂进行时 同源染色体要分开 这两个要分开 这两个要分开 分开之后呢 你就要让非同源染色体之间自由组合 所以你的子细胞 有可能是Ea配到的是2a 也可能是Ea配到的是2b 当然也可能是Eb配到的是2a 也可能是Eb配到的是2b 你看到没有 1跟2在自由组合 1跟2在自由组合 所以早期我们在介绍减速分裂的时候 第一次减速分裂会发生同源染色体分离 而非同源染色体之间自由组合 你看到没有 所以非同源染色体之间会重新组合 让你产生不同的配置 而增加不同种类的配置的样子 那就是遗传变异 变异diversity 或是variable 就是奇异度 所以我增加遗传变异 就是增加你的奇异度 我有不同种配置 所以第二个也是增加基因重组的机制 第三个更似的 我有不同的基因子跟不同的卵 就会自由排列组合出不同的受精卵 那我有一百种基因子跟一百种卵 就可以组合出一百成一百种 一万种受精卵 那就增加你的多样性了 这也是基因可以重新组合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自然界的基因重组 可能有联会时发生互换 减速分裂第一期 会发生同源染色里分离 非同源染色里之间自由组合 或是受精时 会产生所谓的不同精卵的自由组合 所以如果不要考虑互换 什么时候会发生基因重组呢 减速分裂和受精都会 所以无性生殖也会透过减速分裂 来增加遗传变异 千万不要以为无性生殖没有遗传变异 有的透过突变 以及这边所讲的互换或是减速分裂 因为受精是有性生殖做的事情 所以无性生殖也有机制来增加遗传变异 我们把演化的第一个机制 遗传变异说到这边 虽然达尔文并不知道遗传变异怎么产生的 可是他发现生物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会增加你产生子带过程中 你的遗传的现象会出现很多的多样性 出现了起异度